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 今天我要帮叔叔阿姨收油菜籽 这个油菜已经晒过了 只要再拿到这个上面来采一下 把它采掉就可以了 它这种油菜采过之后 它就掉在地上 它就自己掉落了 一定要晒过它才会采的掉 这是纯天蓝的油菜 这个鱼已经放在这里晒了两三天了 这里面的状态 很可怕 一边的状态 一边的状态 这家人有蛇虫 这家人有蛇虫 它们有蛇虫 就是普通的 吃的味道在那里有好 这下面好多 这么多是的 这个 这纸拿回去之后还要晒一遍 晒过之后就可以拿去榨油了 不行了 咦 哈哈 咦 哦 就是全天 全天拿的柴油很难买多的 可以了 要打个碗 那都已经能种过来 这些这个垃圾给他老白色 哎 没想那么个钢匠 这些柴油可以拿他们的 我们没拿指指开 他那个我们要掺就行了 就出好大一种烧气 没行啊 嗯 我去看了他在哪里 跑不了我看了 那张十十五 他那边还要多点 因为我们的眼睛 你这个口红的菜 他就藏不去的里头了 这个火锅和光光 那我这天的里面 该去一爬 那个就飞掉在这 肥肉的效果还蛮厚 这个拿过去还要塞一下 把这个壳塞一下 就成功了 这个刚刚的 刚刚材料就有那么多 这全部都是纸 刚才有多多哈 呀 啊 应该有 六七十斤应该有 这两袋是壳 这两袋是壳 这个也可以拿回去 拿来垫鸡券 或者是鸭券 牛圈都可以 这个油菜来之不易 必须要大热田来收 如果没有大太阳的话 它就不会那么脆 不容易脱壳 等下用摩托车 把这个拉回家就可以了 好了 我们下期节目见